今天有個題材我們稍微記錄一下 就是我們的那個空瓶子 將一拍6個 61626364242526 總共26箱 然後這個就輕輕的啦這個大概 10公斤 26箱如果爬到二樓我們看一下二樓 這是我們二樓的位置 這是 也是空瓶那現在 我們佈局就是要放這邊 將一拍 過去 那這時候就要思考我們如何 在有限的人力或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效率 把箱子運上來 一個人其實也有一個人的搬法 那我就直接講答案啦一個人的話怎麼搬 這邊有空位 一個人先搬個三四箱上來這邊 然後爬一次樓梯上來 再把這三四箱 移過來 那變成說 我每搬四箱 過肩 過肩就上來了嘛 每四箱我才要走一次樓梯 你不可能一次搬個兩箱三箱四箱 然後一次走樓梯上來 沒有辦法不可能一次因為他體積大 他雖然10公斤可是他體積大所以他重量不算重 但是你沒辦法拿兩箱因為他體積太大 那我現在的方法就是從這邊 放到這邊來 那你就是過肩而已 過肩其實不會太累 可是走樓梯就累了 我們如果26箱你要走 26層 一個人要走26層樓梯 那想當然一定很累 走四五層就差不多 開始累了 要休息 所以一個人 是有辦法 兩個人的話最剛好 兩個人就是一個在下面搬 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那另外一個就是一直拿過來一直拿過來一直拿過來 這邊還有三層樓梯 三階 三階樓梯 所以等一下我們 現在人多嘛人多就是一個搬上來一個負責走過來 也不爬樓梯都不要爬樓梯 那一個 從這邊接 接就過去了 這是 我們現在 這我自己 發明的啦 就是說你遇到問題都要去想方法解決 然後 怎麼樣最有效率 那你說說 即便你有三個人五個人 你還是硬幹 每個人搬一箱上來 那你每個人也要爬樓梯爬個 四五層 那我是覺得沒有什麼效率 那用這種方式就會比較有效率 我們看一下 等一下的動線會是怎麼樣 等一下我會把箱子 搬到那個走廊 那你 趴樓梯就從走廊梯翻過來 AV fazer 往上 刘 隼 全部 AV 由 大家 喃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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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